大兵 大家好 我叫周明华 二十四岁 来自上海 目前呢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 欢迎你 周明华 你好 好 作为你的宠爱公主号码牌 好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低端两片了解一下周明华 周日上午 我们来到了周明华和他父母居住的房子 是的 师弟你好 好 这边请 这边呢是我跟我父母一起住的一个客厅 我们是在2012年搬到这边来住的 那这边的一个装修风格呢 是一样美式的一个装修风格 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意思 大家好 我叫周明华 今年二十四岁 目前呢是在一家三甲医院里面工作 生活中呢 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医院的人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吉他了 当然了 学吉他不是因为想追妹子 而是想弹给自己听 那我可以三天不去玩手机 但是我不能够三天不听歌 那我最近呢 在听一首林志炫的《梅里开过》 里面的歌词呢让我很有感悟 是这样的 木栏回首 才发现你在等我 《梅里开过》 这让我突然有一个感触吧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珍惜对方 珍惜这段感情 因为这相信 都是上天所安排的 我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摄影 那我喜欢在旅游的时候用相机去定格一下美好的瞬间 家里的装修是父亲做主的 对不对 对 然后通过这个短片 我可不可以说你父亲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有要求的人 可以这么讲 是吧 我觉得他家里生活是很精致的 你看他妈妈对背盘器皿都非常有要求 都是精心购买来的 而都放在柜子里擦得很亮的这种 对吧 很显然不适合我们六号粗线条的夏姨 对不对 就他喜欢把脚放在那上面 是的 是的 我刚想说到这一次 你看那个那么美的东西 他脚一放 对吧 你觉得这个女孩应该怎样一个做派 或者说这个平常的一个仪态会比较好呢 我是就是思路比较一个传统的吧 就是做有做有相见有见相 那六号夏姨你是怎样的 完全不符合她的要求啊 是吗 你看到她家这样的一尘不染的布置 然后特别精致的细节你会有点怕 对啊 像我如果说去你家的话就很快的就可以弄得很乱了 那你怎么办 夏姨你是拆迁队的吗 我觉得你像是做拆迁工作的 那很好 能够没摊宝那样的砸场子一样 你稍微温柔一点好吧 就是 看起来我们都很喜欢你的分享 就是如果说我到你家里来 如果说我就是吃个零食也好 如果说我把零食带着这样人来人去 就是我这真的是不是我故意的 就是我平时生活习惯 对 你会怎么怎么办 我会帮你打扫担心啊 那你介意吗 说不介意是骗你的 其实很介意 而且我觉得介意的不光是她 应该是她妈妈 爸爸 对生活特别有要求的这对夫 不是 有哪家人家喜欢未来的媳妇上门 就一边吃瓜子一边乱扔 一边吃瓜子一边乱扔 一边把脚部插起来 这不可能啊 你为什么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呢 这是恶习 改掉她 我会改的 对的 你要不然能换那么漂亮的脸 白长了真是 好 接下来我们三十秒快完快答 大屏幕滚动起来 请 有请一号 四号 六号 有请三位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怎么样类型的女孩子 小清新风格的 那如果很女人的呢 太喜欢我的另一半穿裙子 打扮得很妖老那种 你建议年纪大的吗 建议 比你大的吗 你是吃货吗 我是吃货 好 听到你说家装什么都是你父母做的 然后你说你父母也是很精致 那他们是不是对你儿媳的要求也会很精致 有一句话叫爱无极无 他们爱我所爱的 我爱的就是他们爱的 喜欢吃肉类食品还是比较喜欢吃甜品的 我不吃素 然后我只吃肉 然后甜品我是全收的 男嘉宾 你除了喜欢拍杯子的话 还喜欢拍什么 拍人物 拍美女 那你觉得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是的 我发现你真的是 太 不懂女孩的心 一号董陈丽 画了两次零字给你 第一次问你 你喜欢什么类型 你说小清新风格 他说那女人一点你喜欢吗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女人类型的 最重要是第三点 你等一下 你介意人家比你大吗 第一次就是 他就是稍微比你大一点 他两次回答都说 不 我不喜欢女人类型的 我不喜欢人家穿裙子 董陈丽很妩媚地穿了个裙子 直接变冰雕啊 被否定了 他依然不气呢 第二次问 你介意比你大一点的女孩子吗 介意的 你是不是都回答是介意的 对 因为生活中 我朋友喜欢跟我讲 你会聊天吗 其实不用问了 你不会聊天 对 对 你看一号董陈丽 马上把这关了 今天男孩子蛮好的 但是他两个问题很受打击 我就觉得很伤你 很伤你对吧 对 你知道他最后零次给你吗 一向没反应过来 那现在知道了 你后悔吗 后悔 后悔 那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对 但是我还是有点坚持我的观点 那就顺便不后悔 好 那你不喜欢 我觉得我跟你说 你要幽默一个 女孩喜欢男孩要略微幽默一个 那这两个问题问给你好了 野莹老师 我现在就 你怎么回答 不是 你拒绝也有一种柔软的拒绝 你怎么表达 什么问题你说 比如他 董事长 你把两个问题重新问一下 野莹老师 你喜欢怎么样类型的女孩子 你这个类型我觉得可以踏上 没问题 那如果就说 像这种很比较小女人样子的 可以吗 昨晚做梦还梦到过 好适合人 那怎么就逊了 你看做人很难 还有一句还有一句 还大一点那个 你介不介意比你小很多的 梦有的是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 我给你说 你看 连小陈老师都会回答 你看他说 我觉得大小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合适不合适 能不能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他的回答跟他的回答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 因为他起码比较实在 这是一种艺术 说话是一种 不是 什么艺术 就是他太直接太伤人 确实 但你也太肉麻 可不可以折正确 结果效果呀 你太肉麻 我收回我的话 还不如不让他来做示范 好 我们来看第二段短片 我到现在呢 只有过一段短片经历 我和她呢 是以前在学校里面认识的 她觉得我 我当时呢 也是因为她 是一个不错的女生 那我就跟她交往了 我们在一起 有三年多了 有过开心 有过矛盾 那进入社会以后呢 我发现她染上了一个恶心 就是喜欢赌博 那我也说过她 也跟她争吵过 说不要这样 她说她会改 到有一次 我打电话给她 忘了她干什么 她说她准备回家睡觉了 知道过了几天 我才发现 原来一天她又去打赌博机了 这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 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样 我就直接跟她说分手了 那这个我 先生 我觉得你有点不负责 为什么 你说你的女朋友 染上了赌博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一直和她在一起 她怎么会染上赌博呢 就算她染上了赌博 为什么你没有 及时地制止她 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对她负责 你应该帮助她 借除毒瘾 就算你们没有感情的 觊览朋友的倒影 你也应该帮助她 因为我个人观点说 我只是她男朋友 我该做的已经做了 你没有悔改 你没有回忆 那我觉得 没有必要跟你去纠缠下去 因为这已经碰 触到我的底线了 就因为她触犯了你的底线 所以你就抛弃了她 不是 人不能这样说 这个不叫抛弃 不叫抛弃 而且触犯底线都不分手 什么时候分手之外 对 我记忆的其实不是分手 而是你没有阻止她 你没有救赎她 你这个是不是 她总不见得等到 她赚钱的时候离开她了 没有 那等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 不能因为她去偷 她去抢 然后还说是因为她的责任 这个意证言辞 没有这个必要 我觉得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如果说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和女生的父母达成共识 家里有父母 外出有男朋友 全方位地阻止她 接触这个 那你觉得这女生 无论无底线到什么程度 她都不应该离开她是吗 不是不应该离开她 是吗 而是就是说 就算做不成男女朋友 也要就是说 跟她的父母 一起帮助她 接触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赌博害人不浅 我觉得感化是一部分吧 或者你关怀是一部分 但如果她真的是到赌博到 四号 你才比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有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而且你不能把这个 跟感情割裂开来 那没有感情 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在感情的世界当中 恋爱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傻瓜 但被甩的时候 有的人成为了诗人 有的人成为了罪人 但这其实对你 对我来说 是没有发言权的 只有她自己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接下来我们的最终选择 你会为她留灯吗 丈母娘和女儿们 请选择 花样美男 看你这发型 就是文艺青年呀 我都看小弟兄阿姨 美女帮忙换发型 这下看起来跟我一样 大光明很舒服的 她就是她 她没有必要 为任何一个人改变 我就是喜欢她这个样子 还有免费 还有免费试杯 有吃有喝 下午茶更完美了 本宫今日真要好好养养 康师傅蜂蜜柚子 温润清新 轻松养身心酿 康师傅蜂蜜柚子 还有蜂蜜酸枣哦 2013星上爵士上海音乐节 大师殿堂 10月15日 法兰西四孔小号之神 伊布拉辛 马卢夫 10月16日 爵士乐新雕竿 美籍华人女钢琴家 海伦宋 10月17日 殿堂级爵士鼓大师 杰克·德约翰内特 10月18日 爵士吉他三巨头之一 约翰·斯科·菲尔格 10月19日 宝刀未老的 格莱美灵魂歌号 佩帝奥斯汀 电票热线962-388-6431-1075 2013星上 每天乐不停 普天庆国庆 每天大过瘾 综艺看不停 买单猜价格 乐活全盘点 健康每一天 疯狂就敢玩 每天大过节 生活全掌握 除神速成 吃货诸国 维护权益 真诚沟通 休闲生活 逆网打尽 每天大时尚 摩登秀不停 时尚真人秀 名师初高徒 国庆兴赏 精彩七天 什么是可以吃的舞台剧 是盘子会跳舞 是番茄能唱歌 还是公鸡会功夫 等等 那观众做什么呢 当然是边看边吃了 一部可以吃的舞台剧 公主的盛宴 是吃货 就来吧 10月9日火爆开席 赶快订阅 400-880-667-2 欣赏人气美食 鼎逆支持 公主的盛宴 X诊所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小金雅敬夫妻档 甜蜜代班 健康筹码大笔拼 明星养生秘诀 大公开 滑稽明星工人龙 职场导师温喜庆 达人秀人气女王 菜花甜妈 职业新女性黄欢 奇聚X诊所 前所未有的健康博弈 到底谁能够小到最后 10月6日晚9点 X诊所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精彩呈现 2号汤妈妈 你是留灯了吗 我是想 这个男孩子 事实上做老公 真的是不错的 因为他很憨厚 他所说的话 都是真心话 但是他心里想说的 他没有发言巧语 他很老实的 很忠厚的 我觉得 做老公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看汤丽菲 汤妈妈在旁边 早早就思量过了 妈妈亮着灯 你们商量15秒 15秒之后 告诉我最终选择 好吗 继续开始 时间到 请决定 现在十四盏灯都灭掉了 他们都没选择你 你还要再追求一次 你当初选择的宠爱公主吗 前面也跟他有沟通过 我想想还是不要呢 两位老师 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吗 一首歌名 但这个歌手 你肯定不知道 但这个歌名 我觉得你可以去搜一搜 叫放弃也会有快乐 很老的一位歌手唱的歌 谢谢 那就说再见了 不要 再见 那今天整个表情来说呢 我觉得不是最好 了解我的朋友 都给我一个评价 那多说我是一个 善于思想 而不善于表达的人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女生 如果喜欢我的话 可以发邮件给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